現在對習近平來講 得先安內再攘外 為什麼呢 面對美國的經濟的科技的封鎖 專家警告整個影響恐怕一拖 要拖到2050年去了 美中科技對抗的核心 說穿了兩個字就是晶片 最讓人擔心的是 當台積電赴美去設廠 不止5納米 連3納米都去了 大家在問台灣會不會被逼文化 今天阮哥來到現場告訴我們 事情沒有我們想得這麼簡單 確實 其實這一次的美中的大戰 它其實是一個國力的競爭 因為軍長你都知道 過去30年美國是稱霸全球 但是他發現曾幾何時 有一個人開始在往上走了 這個人可能會挑戰 我的老大地位 你想想看 當老大的人 當然是要把你壓下去 不準 所以說這一次的美中的 整體的一個大戰 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長期的 結構的問題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龍頭之爭 因為美國已經發現 中國現在上來 快跟他分庭抗禮了 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在醞釀這個 BRICS 就是金磚五國 現在Plus 要再加十幾個國家進去 形成了另外一個集團 可能要去跟這個所謂的 G7集團去對壘 所以美國當然會盲刺在背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使出了一切的方法 從金流上面 從科技流上面 從人流上面 從整個地緣政治上面 全面要去斬斷 這個中國取得全世界資源的可能性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外資現在目前是 開始在往這個中國以外撤退 包括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這個非常大的 公務員的退休金 也醞釀要退出對中國的投資 這個是什麼 這個標準就是金流的斬斷 另外你可以看到 美中科技戰越打越烈 而且我認為它後面 還會再繼續打下去 不會中止的 影響可能會持續到2050年 中國的經濟的軟熱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 其實它有很多東西 它發展得滿快 但它唯一一項半導體 它其實是明顯落後的 所以它每一年 進口半導體的金額 高達3000億美金 這個佔全世界 大概75%的一個進口 尤其像是D-Rain這些東西 它進口量非常大 所以為什麼韓國三星 海力是要在中國投資這麼大 就是因為他們需要這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就在這個晶片法案上面 包括整個所謂黑名單上面 實體清單上面 對中國一步步的進逼 好 軟哥現在講到的 這個是中國的軟熱 它急切的需要進口 急切的需要外資資金跟技術 我們講一家公司Apple Apple也在這一波的 所謂的資金出走 朝ING當中嗎 對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 富士康的鄭州廠是風波不斷 先前說這個員工集體出走 然後富士康就祭出了 這個重金來留人 說一個月可以給到 這個1000多塊錢人民幣 這樣的一個津貼 但這兩天是不是又發生了 一個所謂的這個砸警車 跟這些大白部隊 這個對壘的一個情況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事實上這其實就顯示說 現在目前中國大陸 整個對外商環境上面的一些挑戰 連最大的這個 所謂的外資投資Apple 代工廠 富士康 都有這麼大的挑戰 那你就不要講其他小廠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當然站在庫克的立場上面 我一定會想到我分散 我要Out Sourcing 我要分散到越南 分散到印度去 更何況將來印度也是個大市場 東南亞也是個大市場 我在那邊有場 我是在就近攻擊 所以蘋果現在是多元分散 包括台積電三奈米廠 張宗謀已經透露出來 是確定要設立了 所以這個應該正式會是 在遺跡典禮的時候 12月這個劉德英 他要率很多人到美國去 甚至拜登也要去 可能會在那上面宣布 3奈米馬上要這個 接續5奈米之後建廠 蘋果也講說 你的這個晶片訂單 你不要擔心 由我這邊來下單給你 因為大家會擔心說 台灣的台積電 過去接蘋果的單 你現在到美國生產 貴50% 誰叫下單給你 蘋果馬上打廣告了 我要下單給你 這個所謂的支持晶片國產 這個意味非常濃厚 我覺得他在做形象 他同時也在為他自己 在暴露跟打廣告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是也 某種程度回答了大家的擔憂 你看 現在不只是5奈米 到亞利桑 現在連3奈米都要過去的 這個是張忠謀先生 他親口證實的 大家就在問 那你剛剛說不用怕 為什麼 庫克已經說了 你只要在地生產 我就在地購買 在這個主軸框架之下 所以台積電的出走 我們不用太擔心嗎 其實是一折一洗 一折一憂 洗的是什麼 就台積電當然他可以做 全球化佈局 優的是什麼 優的是台灣人才跟資金 還有技術的出走 當然對台灣長期要在 整個全世界半導體供應鏈 扮演一個獨佔的角色 這就是有個問題 我們想獨佔就是 過去台積電都是在台灣生產 海外生產比重幾乎是零 但現在海外生產比重 開始慢慢提高了 就沒有所謂獨佔的問題 這個是優 另外你也可以發現 洗的是什麼 其實巴菲特也肯定台積電 因為台積到美國去 能見度變高了 變高了之後 巴菲特這一次的戰略性投資 一次投資41億美金 直接空降成波克夏海瑟威 第十大持股 這個是標準老八拍板定案的投資 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台灣在整個半導體 全世界的供應鏈上面 即使現在目前看到了隱憂 但它事實上還是佔據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阮哥的意思就是說 說到底其實在在地生產 在地購買這個大框架之下 台積電的不管是到美國 到歐洲去插旗其實是去搶市場 去那邊搶客戶 從這個角度來講 對台積電技術領先 技術本位來說是好事 你剛剛提到巴菲特大買 我們看到過去一個月 整個11月台積電帶頭衝關 這條線告訴你 過去一個月台股一路漲 漲了16% 那大家就要問了 那明天要選舉了 然後休息一天 禮拜一開市 這一個月漲的 我要是已經賺到了高點的人 我會居高思維嗎 或者我沒跟上的 我空手的 我該不該追 會不會有追高的風險 好 那當然要居高思維 因為這一波台股的低點 是10月25號的12629 那漲到今天呢 各位可以看到已經到了14778了 對 今天說小黑 足足漲了有2000點 那2000點 我們今年最大的跌點 曾經一度是到過5990點 所以也就是說 漲了1 3上來了 那俊項漲了1 3上面 我們當然要居高思維 居高思維其實我會覺得 我們可以運用一些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工具 譬如說我們講最簡單 就是期貨選擇權的這個工具 那利用期貨選擇權去買個保單 我們一般講說買個保證 我們過去來講說 其實譬如說你車子會保車險 你人生會保 人生受險 其實你都不希望意外發生 但是你總是買一個保險安心 這個就是所謂的用 衍生性金融商品去避險 避一部分險的這樣的意義 軟哥今天講到了重點了 講到了很多人的心理 大家都在問台積電 我現在還能追嗎 過去一個月漲了32% 空手的心很癢 可是心很癢又怕去追高 那今天軟哥告訴我說 你的心情我們來告訴你 幫你解答 空手的 有貨的該怎麼來操作 一般我們來講說股票 我們叫做現貨市場 現貨市場要避險 最主要我們就會運用 這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市場 就是期貨選擇權市場 期貨選擇權市場 現在台灣就是奇交所在負責了 但這個市場 它其實我們過去講說 它有一個價格發現的功能 什麼叫價格發現 就是期貨選擇權 它往往是現貨的領先指標 你可以從期貨選擇權的走勢 可以看到未來大盤可能的方向 所以在這個市場上面 價格穩定會變成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這個價格穩定的工作 跟責任單就是期交所要付了 就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大家長 所以在期交所看到這個市場 需要做價格穩定選擇權 期貨要價格穩定的情況之下 它其實很早就已經開始推出了 一個叫做所謂的 這個價格穩定的措施 為什麼要推這個措施 就我剛剛所講 任何商品 其實我們也不要講 期貨選擇權或是股票這種商品 任何商品 請問就算你是買一包米吧 你是不是都需要穩定的價格 如果你今天買的這個米價 今天一包500塊 明年一包變1000塊 那你怎麼買 你到底是要等到後天買 還是今天趕快買呢 所以說一定要穩定的價格 以確保交易機制跟流動性正常 流動性很重要 金融市場不怕買不到 也不怕賣不掉 就怕這個買賣賣 沒有辦法成交 買不到或賣不掉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我們不怕價格漲跟跌 另外金融商品 尤其是需要價格穩定 我們剛剛講任何商品都需要 尤其是金融商品更需要 因為價格可以波動 但是需要在正常情況下波動 你可以上上下下 但是你一定要正常 不正常的價格波動 可能會傷害交易雙方 我們兩個如果是交易雙方 我們會被亂波動的價格給傷害 而且破壞交易機制 所以這就是我個人認為說 為什麼騎交手很善意 要去推出這個所謂的 價格穩定措施的這個主要原因 所以價格的波動 才有創造更多利潤的機會 我們期待合理的價格波動 但如果造成那種異常波動 有哪一些原因 我們千萬要避開它呢 好 那在金融市場上面 我們不講其他商品 我們講金融市場的話 它這個異常波動 最主要第一個叫錯單 所謂錯單是什麼 我們過去叫做胖手指 你記不記得 突然一下大漲大跌 後來發現原來是交易員K錯單 那個手指頭太胖 你就按錯鍵了 這個叫做胖手指 這個台灣也不是沒發生過 對 台灣也有發生過 某家大的銀行 大的集團發生過 這個叫胖手指 好 阮哥剛剛講到的一個 就是一個合理 一個安全閥的概念 上下線的安全閥 你要把它框出來 好 框出來之後 我們就看到 這個框出來之後 它如何能夠確保你的投資 不會暴跌 暴漲我當然很期待 市場不會暴跌 被誤殺在市場上 但暴漲其實也是有人受害 因為提過選擇權 他們是一個零和交易市場 漲上去就有人 虧錢 跌下去就有人賺錢 所以暴漲暴跌都會有人受害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是一個 合理交易的範圍 就像剛剛俊昌所講 把它框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 價格可以趨勢的上下 但是它不能異常的波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般來講 市場價格會這樣波動對不對 我們常講 我們今天想賺錢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要這個高賣低買對不對 我高高的賣出 然後低低的買進 我可以買到低價 然後我高點賣出 我是不是有個價差 哪一種情況不正常 哪一種情況 如果是我今天是要高買呢 我今天是低賣呢 我很刻意的把那個價錢 壓得非常低去賣它 跟很刻意的把價錢 拉得非常高去買它 是不是不正常 完全不正常 違反人性 沒有到底 因為你這樣做一定是有問題 你這樣做你賺不了錢 這個BUG就要避免掉 這種我們基本上講 就是異常掛單 所以說奇交所 它的價格穩定 它就是照 它就是你剛剛所講的 很明白的就是這一個框架 假設說它超出了 這樣的一個框架範圍內 它就予以退單 就不讓你成交了 不讓你這些異常的單 不知道什麼 可能胖手指 或者說刻意要去灌壓 因為明顯不合理 明顯不合理 對 刻意要去灌壓胖手指 或者說程式單的錯誤 然後造成了這個異常的波動 它就把你退單了 不讓你交易了 不讓你交易了 價格就不會波動了 不會造成這樣一個異常波動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到底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剛剛提到了會退單 所以這個東西是 有一個一個條件會成立之下 什麼情況之下會被退單 對 我們假設 以這個委託部試算來看 我們舉一檔例子好了 因為奇交所是在12月 今年12月最新的 把這個ETF的選擇權 都納入了所謂 價格穩定的機制裡面去 過去它就一步步商品列入了 這個今年12月就特別 把這個ETF的選擇權也列入了 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ETF的選擇權 ETF我們大家都知道 也有大陸的這個 陸股的選擇權 也有台股的選擇權 你可以看到富邦的上陣 ETF的選擇權 假設說我們最近一個月 旅約價格是32點好了 32點的買權即時價格 區間我們設2.65點 也就是說超過這個區間 就有問題了對不對 因為不可能要波動那麼大 如果交易人是以限價5點 5個點買進20口 這個32塊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買權 你可以看到這個 整個委託部情況是這樣子 以當時的委託部來設定的話 委託的可能成交價在 這個1.54點的這個部分 是11口 然後1.62點的部分有5口 然後3.54點的部分有5口 這樣總共加起來是不是21口 對不對 假設說我們今天的委託條件是ROD ROD是什麼意思 ROD就是說這個是當盤有效 你今天這個單掛下去 你今天整天照交易為截止之前 這個單都有效的 或者是IOC IOC是什麼就是立刻成交 否則Can單 我就現在下下去我就要成交了 不然就取消這個單子 這兩種交易條件 1.54點是11口 然後1.62點是5口 這兩筆因為都在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2.65點以內 所以這16口就成交了 但是這個 你可以看到剩下的這個4口 可能因為交易價格高於區間價 這邊的就退單了 3.54已經高過你的2.65點了 對 因為你已經買進16口了 你是下20口 所以還有4口 在這個區間就退單了 因為它已經高過 2.65點的這個區間上限 假設說還有一種委託單的 這個方式是FOK FOK是什麼 就是說現在全部成交 不然的話就Cancel 這全部立即成交 不然就Cancel 這個增幣委託單就會全部退單 為什麼 因為它要全部成交 所以連這16口 它都把你退單了 這一次最新的是 納入了ETF選擇權這個商品 在今年12月 企交所最新的一步步的推錢 等於說這個所有商品 幾乎都全部要納入了 你可以看到台股ETF選擇權 跟陸股ETF是這一次新納入的 退單機制 我們剛剛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這邊就不重複 那價格區間 上限就是基準價加退單點數 下限就是基準價減退單點數 基本上我們剛剛不是有講 一個2.65點 那個就是所謂的這個退單點數 那各個委託條件處理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說 那個ROD IOC FOK嗎 我們這邊也不重述了 就是說這個就剛才我們所講的 那種三種的這個所謂的 不管你是當盤有效 或是當天都有效 全部都在這個穩定機制的保護之下 沒錯 就是不管你去選哪一個交易的方式 都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當然他還有一些特殊狀況處理 就其交所如果遇到了一些特殊狀況 他會用量化指標 直化指標 再去做這個處理 那退單點數呢 我們剛剛也有解釋了 所以原則上基本上這個方案都非常清楚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下次下錯單 一下下了太大的一個range的話 你被退單的時候 你也不要太這個 覺得奇怪怎麼會被退單 事實上這就是穩定機制的發揮作用了 邀請您 一起加入五期報新聞會員 跟俊夏一起挖真相